本土確診數持續下降 二十五號新增四萬多例 以全台分部來看 最多的台中來到六千多例 高雄和新北五千多例 第四名的台南更是只有三千多例 都有明顯下降 那今天新增的三百二十五例 本土中東陣以上個案 及一百五十一例死亡 雖然本土確診數開始走下坡 但中重症和死亡卻還沒趨緩 死亡個案中年紀最輕的是一名三十多歲女性 沒有打過疫苗 因為肺炎和癌症轉移離世 還有一名四十多歲女性 打滿三劑疫苗有慢性病史 卻因為肺炎並呼吸衰竭 宣告不治 公布了一百五十一位死亡個案 其中有一百四十人 約九十三%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史 那在疫苗接種上 有九十六人 約六十四%未打滿三劑疫苗 警惠中心統計疫苗接種率 第一劑來到九成 第二劑則有八成 追加進的施打率也將近七成 目前五歲以上兒童 第二劑疫苗施打如火如荼進行 五歲以下嬰幼兒也有望在七月接種疫苗 希望疫苗的效力能夠保護孩子不受病毒攻擊 華視新聞方議庭陳之學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